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或者是乱码 上面列表列给大家 假设我现在是加F等于 等于是黄色嘛 可以看到第二行的黄色 F等于 然后后面打 这是画框内的文字 画框内的文字 你会看到画框内的文字 就会有黄色的画框内的文字 有看到吗 画框内的文字 就这么简单 看得懂吗 我再示范一次哦 画框内的文字哦 斜线 F 然后你记录说 我现在挑一个 F2好了 F2是亮绿色嘛 亮绿色 那 我后面在打我要的字 画框内 亮绿 色 可以看到下面 有没有 我们画框内 它是会出现亮绿色 然后另外一个指令的话 另外一个指令的使用方式呢 是斜线斜线 F F 等于F 然后什么数字 什么数字 或什么什么英文字母 例如说我现在想要挑一个 红色好了 F3 有没有 然后我在后面 在紧接着 我在打 这个 这一个指令的话 它是在画面上的 所以你等下会看到我头上会出现 画面上的红色 有看到我的头上出现红色的字体 有看到吗 我的平白线下面 是出现了画面上的红色 所以基本上就是两个指令 一个是斜线 F 那另外一个是斜线斜线F 等于F 就是两个指令 OK 那如果你把这两个指令 搭配上面的色码 那你就可以打出你喜欢的颜色 不论是在世界屏 或者是商店 或者是白屏 都可以 OK 那以上就是这一次这个 如何在天堂R里面 做出五颜六色的字体的教学 那当然有人会问说一些其他的指令 那有些指令太复杂了 那其实这一次它的 系统里面有稍微优化 所以你只要按住Ctrl D 好 Ctrl D之后 你可以在里面看到几乎所有的功能里面都有 什么呐喊网咖 检取社群啊 打招呼啊 干嘛的 那比较常用到的可能是交换 好 这是交易用的 或者是组队 或者驱逐 这两个比较常用到吧 我印象中这两个比较常用到 或者是你要用这个记忆坐标 也可以 好 那 其他指令的话大家可以自己去摸摸看 我觉得这边就是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 就是不用说一定我还要打指令出来 我可以直接按Ctrl D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叫出来 还蛮方便的 那我比较常用的就是记忆坐标 然后 呃 组队 以及交换 这三个是比较常用到的 这三个是 呃 这三个是比较常用到的 好 那这个 这部分的话 光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里面其他功能大家也可以去 玩玩看 哦 剪东西这边看起来也有啊 自动攻击等等 OK 那以上就是这一次这个 呃 天堂 R的一些指令的教学 光给大家参考 那如果喜欢我今天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右下角按订阅 右下角按订阅 订阅 旁边按下来 随时可以收到百姓第一手的教学消息 咱们下次见 拜拜